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佛陀是两族尊 他还带有一种慈悲 你偏向慈悲也是错的 你知道慈悲是以什么为出发点吗 以众生向为出发点 他就是为了众生太苦了 他要去帮助众生 大慈大悲 就是经常用自己的力量 去帮助所有众生的苦难 他这种悲心是不得了的 一听到哪里佛灾了 他就痛哭流泪 哭啊 就伤心了 就赶快去帮忙 哪里地震啊 他也痛哭啊 这隔壁啊 就死了一个啦 他也哭啊 又死了又死了一个啊 他也哭啊 他家人死了他也哭 别人死了他也哭 这个就是本身来讲 大慈 大悲 是有 但是他没有 他 有我相 我的相 他慈悲心是由我来出发的 但是他为了众生 就有了众生相 这个很容易入悲魔 进了慈悲的魔 太慈悲了 变成一种悲魔 而没有理智 所以救众生有时候是这样 要掺一点理智下去 不是完全没有理智的 全部的 全部都 一切都是施舍 一切都是不施 完全没有理智的 反正看到人家痛苦 他就很悲伤 这个也会进入灰色的 所以会进悲魔 这个太慈悲啊 就是 可以讲 还有一个我字在当中 还有一个我字在当中 有理智的 太修制的 他容易正空性 但是失去了这个 这个悲 但是太慈悲的 不太容易修正空性 因为当中有一个我字 跟众生相在里面 这两个都是偏的 所以佛陀本身来讲起来啊 他就是他注重理智 但是他也注重慈悲 这个才叫做两足尊 这两个他都是重的 所以他很平衡 这个我觉得佛学啊 也是一个这个平衡邪 佛陀本身就是一个平衡邪 所以有什么入中论 入中论就是走在这个中道上 不偏的不偏两边的 不偏这个北极啊 也不偏这个南极啊 他是走在这个中道上 这佛学啊 印证这个禅定 我们像我们在坐禅 打坐 其实就是要入中才能够入三摩地 很简单的 你太紧了 我一定要入三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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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怎么入三摩地 你要松一点啊 对不对 你精神奔得很好 哇精神很 很振作 哇很这个钢气很足 很清醒 很清醒 你入不了三摩地 太清醒了 太刚了 太猛了 没有办法入 为什么 因为你太活泼了嘛 你细胞都在那边活泼 你怎么入三摩地呢 好 我就松一点 这样子 穿宽松的衣服 先去洗一个澡 这个啊 轻松一下 然后整个人通通都松了 就睡着 就打呼 打呼很厉害的 每一次我看到我们弟子当中 有几个经常 只要叫他说这个入三摩地 他就来了 马上钓鱼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是太松了 太松了 就整个通通都 欸这个不是作妄喔 这是脾贱喔 好你松了 就是懒散 放异 松弛 你有没有办法 也没有办法入三摩地 你已经睡着了 所以禅定是在不紧不松之间 真正你能够入三摩地 就是在睡着跟清醒之间 在不紧不松之间 这个是合乎以忠道的 所以我们不要太理智 太理智进入顽空 也不要太慈悲 我不能这样子讲 是慈悲也要加一点理智 或者进入悲谋 经常流泪啊 为众生流泪 众生流泪一定是有我 有众生相 那你完全无我 无人 无众生 无受责 你就进入空 印证空性 那你印证的空性呢 理智上很有 慈悲心不够 进入顽空 不好的 所以这个佛学 真的是很奥妙的 佛陀在讲啊 二目 这个照目祈佛 都是两个都是目 但当中生出佛 今天呢 佛陀教我们 用 这个稀泛的佛法 用稀泛的身体 去修出 修出这个佛性 这个就是佛陀本身呢 在这一章里面的回答 谁在修行 就是佛在修行 那么用稀泛的这个佛法 用稀泛的身体来修 就是为了修出佛性 能够修出佛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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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能够修出佛性感 就是佛性在佛性能够修出佛性的